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和大家主要講就是我們的鄧炳強局長 鄧炳強局長做些什麼事呢? 鄧炳強局長在早前接受一些訪問的時間 說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23條的立法 第二件事就是612基金的事情 第三件事就是現在在監獄裏面 有一些人打算聯群結黨 繼續反中亂港的事情 就到這幾件事文潔將會跟大家去講講和分析一下 到底這個612基金為什麼會這麼順滩呢? 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是不是真的已經割席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就是 其實鄧炳強局長在早前接受訪問的時間就說到 早前警方的國安住就要求到 這個612人道支援基金 以及真普選聯盟兩個組織 一個是沒有註冊組織 一個是註冊組織 一個是註冊組織 一個公司來 其實就是要求他們提交一些物料 提交物料其實就是根據這個 我們的港區國安法向高等法院 拿了一個提交物料令 就用這個港區國安法的附表的一個能力 就要求他們拿 如果不拿的話 全部人都是要叫做 如果你不交就要坐牢 基本上是一定會被定罪的 是入硬肉的 就要求這個612人道支援基金 和真普選聯盟就在限期之內 提供一些資料 包括有關組織運作 和資金來往的資料等等 當中也都包括是多次的眾籌詳情 捐款人的資料 捐款的用途 受助人的資料等等 以及一切和組織營運有關的資料 全部都要雙手奉上 現在這個612基金和真普選聯盟 應該就已經把這些所有的資料都交出來 當中很大機會 包括何韻詩的資料和陳日君的資料 因為何韻詩其實就是612基金的其中一個 是否叫信託人還是負責人 是這樣的名字 陳日君也是其中一個類似信託人還是負責人的資料 所以他們的資料都一定要一一去交上 並且文潔懷疑陳日君和何韻詩 因為其實他們是這個基金的代理人 負責人還是受託人的資料 其實他們都應該會收到一個提交物料令 所以他們是要把他們自己的資料 不好意思都要雙手奉上 而今次裡面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 直到文潔呢 就要這樣和大家報一報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612不仁道基金 他們涉及到幾個方面的人 除了他們的受託人之外 就是信託人之外 其實就涉及到一些黑暴的罪犯 這些黑暴的罪犯 經常都說沒有錢那些怎麼辦 要打官司就找612了 就是說有很多的黑暴其實是受到612的支援 而到底這些黑暴 受到612的多少支援呢 今次就要他們把所有的資訊出來 大家就會知道 是哪些黑暴用過這些612的錢 會不會這些黑暴其實是收錢做事的呢 那會不會這些黑暴其實和外國也有關聯的呢 會不會受到的黑暴其實不單止是以人作為單位 可能是以組織作為單位 會不會他們的一些錢用了人道支援的身上的時間 他們說全部用在律師那裏 會不會不是用在律師那裏呢 會不會是就這樣給錢他們支援 不支助他們生活呢 那這些事情就相信都是有發生和存在 但是這些資訊呢 將會就是在警方那裏 在國安處 在我們保安局裏面 很大機會在未來日子裏面 是公佈出來都不頂 第二個受影響的人就是那班的律師 又說是義務律師 到底這班的所謂義務律師是收了多少錢呢 有多少錢落袋 代了多少錢去幫這班黑暴去打官司呢 遲些我相信有一些風聲或者有些料就會爆出來 到時大家就會知道 這班人原來掠律師費都掠得很盡 到時是否還有人相信這些黑暴律師是真心幫他們呢 不過不要緊要說真的 過了海就不是律師了 就是神仙了 錢都已經代代平安了 未來日子裏面可不可以 就因為這些不人道基金所用的錢 去收回他們回來 去收歸我們的庫房所有呢 不知道 不過如果證實到 這些錢其實是外國的資金 是用來反中亂港的話 那不好意思 你戴上袋也要吐出來 同一時間其實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為什麼612和真普聯 收到這些提交物料令 或者是叫做 收到就說懷疑他們和國安有關的時間 他們會宣佈結束 即是倒閉 但是他們宣佈倒閉的時間 為什麼宣佈倒閉幾天之後 他們就說 哎呀我們都是不搞那麼多事了 我們不再捐款了 我們不再收捐款了 為什麼會這麼順滩呢 其實翻查一些資料 以及一些相關人士 即是一些消息人士 和文潔說 文潔分析 那我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 這個不是我的分析 這個真的就是 某些人和文潔說 那 講了什麼呢 就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他們612基金真普選聯盟 他們宣佈了他們繼續在進籌之後 大約一個星期 他們突然就說 哎呀我們不收任何捐款了 接著還要把三十多筆的捐款 是退回給他們的捐款人呢 為什麼肥豬肉 為什麼錢落了錢包 肥豬肉 在口中也要吐出來呢 為什麼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當然 就是 經過 某些人的分析之後 文潔就明白了 原來翻查很多資料 就是說 真普選聯盟好像是在 匯交銀行那裡開了戶口 是匯交銀行 那間大笨象銀行 是啊又是大笨象 那間大笨象銀行 就突然之間是因為某些事情 這些事情就是 懷疑違反國安法的事情 接著就不肯再幫這個 真普聯去收錢 同一時間其實就是 因為這個真普聯開戶口的時間 他沒有說到他開戶口的目的就是 幫這個612不人道基金收錢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違反了銀行之間 和他的一些協議 開戶協議 那所以其實這個大笨象銀行 他就因為種種的原因 就不肯再幫這個真普選聯盟 去再收這些捐款 那所以這個真普選聯盟 當他們那塊肥豬肉 吃到入口的時候 卡住了 要吐出來 不好意思 你就沒有辦法拿到這些錢 甚至乎他們好像很無私 就說 我們不收了 我們退回給你 所有捐款人 我們退回給你 其實不是他們想退 是匯豐銀行 是大笨象銀行 不是匯豐 不好意思 不是匯豐 我口快說錯了 但不是匯豐銀行 不是 真的不是 就是匯什麼銀行 不是匯豐 不是匯豐 大笨象銀行 然後呢 就把這些錢 就退回給一些捐款人 這樣 就退回給他們 因為都是用賬戶往來的模式去捐的 那所以 他們就沒有辦法 就是叫做 收到這一筆的錢 這樣 令到他們就是 沒有辦法再去運作 而停止運作 然後就 斬斬 我真的 不是那間 不是那間匯豐銀行 OK 我說錯了 我重新再說多次 我收回不是那間銀行 不是我剛剛說的那間銀行 OK 我用一些代名詞代替 有相關的消息 總之不是匯豐銀行 對不對 我要再三強調一下 因為剛才說錯話 OK 這件事件 到現在為止 其實 612北人道基金 和一個真普選聯盟的運作 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 怎麼說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心 哎呀 我也是把資料交出來 不是因為他們想交 因為其實 一問一問 某些銀行 他們的資料 就已經是拿到出來 就已經是拿完了 拿完資料 包括他們的錢 是哪一個捐的 包括他們的錢 過了哪一些戶口 怎樣用 基本上 一問他們 就已經拿到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不和盤 拖出 把所有的資訊 都交出來 包括何韻詩 包括陳日君 有可能涉及到的資料 都要交出來 都是非常之開心 對不對 講完這個612和真普選聯盟 的事情之後 真是搞得我挺尷尬 剛才說錯話之後 對不對 我們講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就是說 鄧炳強局長 就提到一些監獄管理的事情 就說 在監獄外面 有人就叫這些在囚人士 不要放棄抗爭 要繼續去維持他們的初心 這樣 又以一些物資支援 就是影響在囚人士 等等 現在鄧炳強局長就說 會積極地研究一下 是不是這些東西 會不會涉及到一些刑事的成份 就是煽動他人去做某些事情的成份 是不是 監獄裏面 亦都會以一些行政的手段 去應對這些事件 所發生的事件 所以這些人士 可不可以在監獄裏面 真真正正地搞佔領監獄呢 我相信就是 未必得的了 好嗎 現在這個監獄事件 暫時就告一段落先 因為我們的懲教署都處理得很好 就把他們基本上分開了 再說一件事 就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事情 就是 到底何時可以做到這個23條呢 鄧炳強局長在接受專訪的時候就說 他現在已經著手去處理 推動基本法23條的立法 他的期望就是在下一個立法會的會期裡面完成 會做一件事就叫做公眾的諮詢 形容就是立法會是盡快處理 愈早處理就會愈好的 其實在今年6月的時間 我們的特首已經就到23條表態了 他就說 不可以在這個立法會的年度裡面就完成 不過就會做好一些籌備工作 所以鄧炳強局長就說他現在已經在籌備 到現在為止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在這個立法會會期裡面完成 因為基本上立法會就快休會 因為10月份的時間 就已經要進入一個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期 接著就會在12月的時間 就是選舉一個立法會的議員出來 所以現在已經是9月中了 9月中的時間 可不可以在餘下的3個禮拜時間做立法工作呢 是沒有可能 當然如果有人說可以的話 我也想看看那個人拿23條的方案出來 到底是寫成怎樣 我也想知道 沒有可能的了 以前的時間可能也還有可能 但是去到現在這麼問水的時間 是沒有可能之中的 沒有可能的了 那麼這件事不是民意說沒有可能 是就實質的事情告訴大家 是沒有可能的了 而不是鄧炳強局長不做 而不是現在的特首不做 因為他很早之前已經說做不到 也不是鄧炳強局長說不做 所以大家都要理清一件事就是 是沒有可能做到 如果有人說做得到的話 太好了 在這個立法會年度裡面 如果還有人說做得好的話 做得到的話 希望那個人可以讓我看看 他寫的那份23條的法案 到底是怎樣 打算在立法會會期裡面 在哪一個日子裡面是可以做得到 一讀 二讀 三讀 還有公眾諮詢 還有這些簡介等等的事情的話 我很希望這個朋友可以走出來 整份法案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審視一下 我們做的所有事情 並不是在鏡頭面前和大家在吹水 說說說說說說 為什麼做不到一定做得到 我們是要很實際地貼地而行 做到就告訴大家做到 做不到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做不到 什麼時候才做得到 怎樣才做得好 這件事才是真正文傑 想跟大家說話的初心 好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陣子 留言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